他只要在天堂的门口叫他的狗停下来 自己跑进去就可以了 天使看着这条忠心耿耿的狗 心里很难过 这时候天使大声地对狗狗说 你已经为你的主人献出了生命 现在呢 你这个主人不再是瞎子了 你不用再领着他走了 你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进去天堂吧 这时候呢 可是无论是主人或者是他的狗狗 都好像没有听到天使讲的话一样 仍然慢吞吞地往前走 好像在街上散步似的 果然离终点只有几步的距离的时候呢 主人发出了一声口令 狗狗听到他的话就乖乖地坐了下来 这时候天使用鄙视的眼神 看着这个狗主人 这个狗主人笑了 他转过去对天使说 我终于把我的狗狗送到了天堂 我最担心的呢 就是他根本不想上天堂 只想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才想帮他决定 请你好好的照顾他吧 这时候呢 天使弄住了 狗主人留恋地看着自己的狗 又说 能够用比赛的方式决定真是太好了 只要我让他再往前几步哦 他就可以上天堂了 不过他毕竟陪伴了我这么多年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着他 所以呢 我忍不住要慢慢地走 要多看他一会儿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真希望永远看着他走下去 不过天堂到了 那他这才是他真正该去的地方 请你好好的照顾他吧 说完这些话之后呢 主人向狗发出了前进的命令 就在狗到达终点的那一刻呢 主人这时候呢 像一片羽毛一样落下了地狱 他的狗狗看到了主人落下去之后呢 急忙掉头 然后呢 追着主人狂奔而去 那满心懊悔的天使呢 这时候他张开了翅膀追了过去 想要抓住导盲犬的灵魂 不过呢 那是世界上最纯真善良的灵魂 速度都比天堂上所有的天使都还要快 那所以呢 导盲犬又跟主人在一起了 即使在地狱里面导盲犬永远守护着他的主人 我们知道一颗真诚的心 可以深深地感动周遭的人事物 你的真心到底沉睡多久了呢 请快点将它唤醒吧 再者 直浮心也是一个信实不照做的心 那话说 有一个小镇 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了哦 令当地的农作物损失非常惨重 于是牧师就把大家集合起来 准备在教堂里面开个祈求降雨的祷告会 在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 因为个子很小 几乎没有人看得到她 然后呢 可是她也来参加了祈雨的祷告会 这时候牧师注意到小女孩所带来的东西 激动地在台上指着她说 你看你看 那个小女孩让我非常感动啊 于是大家顺着她的手指看了过去 牧师接着说 我们今天来祷告祈求上帝降雨 可是整个会场中只有你看 只有她带着雨伞 大家仔细一看 果然在座位旁边挂了一个什么呢 小小的红色的小雨伞 这时候大家沉静了一下 紧接而来的是一阵掌声和泪水交织的一个美景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 小孩子其实一点都不小 他们的心其实是 他们其实是很大的 他们的爱心很大 他们的信心很大 大到足以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 质朴心呢 一样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 拥有一颗质朴心 可以使我们的行为端正 并且心中充满了慈悲怜悯 话说在美国有位白人的妇人 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出门 找来了计程车 这时候呢 司机是位黑人 这六岁的儿子呢 从未见过黑人 心中非常的害怕 就问妈妈说 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呢 为什么长得黑噜噜的 那黑人司机听得非常的难过 这时候呢 白人的妇人 这个妇女就告诉儿子说 这位司机叔叔哦 他不是坏人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哦 那儿子沉默地扮想问到说 哎 既然这个叔叔不是坏人 那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天父在惩罚他 把他变得黑噜噜的 然后黑人听了泪水在眼筐中打转 他很想知道这个白人的妇人 到底是要怎么回答呢 妈妈 这个妈妈就说了 他是个很好的人 也没有做任何的坏事哦 你看咱们家的花园里面 有红的 有白的 有黄的花 是不是啊 然后小男孩就回答说 是啊是啊 那我们想一想 那个花的种子 是不是都是黑色的啊 孩子又想一想 对呀 都是黑色的啊 黑色的种子 开出彩色鲜艳美丽的花朵 让这个世界多采多枝 是不是啊 那孩子这时候恍然大悟地说 是啊是啊 那斯基叔叔就不是坏人咯 感谢斯基叔叔 你让这个世界多采多枝 我会为你祈祷的哦 那天真的孩子在一旁祷告着 黑人斯基的泪水这时夺慌而下 心里面想说 身为黑人被世人都瞧不起 今天这位白人妇女 竟然如此委婉地教导孩子 解除孩子心中对我的恐惧 为我祈祷跟祝福 真的要好好的感谢他 这时目的地到了 黑人司机赶快下车 为白人的母子开车门 感激地说 夫人谢谢你 谢谢你的一席话 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光明跟希望 不再灰暗 夫人谢谢你 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故事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 我也非常激动 那这位女子当下的一席高度智慧的言语 除了教导孩子不要有分别心之外 更温暖了他人的心 这就是植博心的慈悲表现 再者呢 拥有一颗植博心 可以使我们的 只可以使我们知境退 远离是非 话说 麦克从海提时 命运之神就好像特别跟他过不去 四岁的那一年呢 麦克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死去 然后他被介养在一个远房舅舅的家中 舅舅对他非常的刻薄 吆喝打骂都是家常便饭 这时麦克很小就学会了懂事 他非常用功努力学习 成绩总是出类拔萃 因此考上了一所知名的大学 那在毕业的那一年呢 恰好遇到全国性的经济大萧条 他辛苦的找了一年的工作 可是都没有着落哦 这时候呢 在这一段暗淡的时光里 还好有一位六十多岁的房东老太太 对麦克非常的好 每一次麦克回来 尽管麦克他身上有带钥匙可以开门 可是这位房东老太太 都会亲自去替麦克开门 并且高兴的跟他打招呼 这时候呢 老太太看到麦克沮丧的时候 老太太总是会安慰的说 麦克啊 事情没那么糟啦 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这时候麦克每次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可是他总是觉得说 老太太都不知道我的难处到底在哪里啦 那麦克心里想说 如果自己能像老太太那样 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坐在窗口 然后呢 看着马路上 穿牛不喜的车辆 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 那我也会很快乐 那有一天呢 麦克看到老太太出神的样子 非常的纳闷 心里面想说 哎呀 在老太太的思想里面 到底装了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那马路上每天都如此的单调 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啊 麦克终于忍不住的问老太太说 老太太呀 你每天都在看什么啊 有什么特别有意识的事情吗 那老太太笑咪咪的望着麦克说 孩子啊 那马路上的红绿灯 写下的是无数人生生命的旅程 怎么会没有意思呢 那麦克还是不解的回答说 那有什么好看的呢 哎呀 就是红绿灯而已嘛 老太太笑着继续说 孩子啊 你还不明白